好的,我们要开始谈一些矩阵的运算 我们会谈到第一个矩阵的最简单的运算就是矩阵的转置 只能胆在书了吗? 如果我们先随便写一个矩阵 我们用Linton书上的例子 他把它叫做A等于 1,2,3,4,5,6 我们只把矩阵这样叠在一起 像这样子的一个矩阵 它有两个横的Rows 三个直的Colens 通常把它叫做一个2乘3的矩阵 它是一个2 by 3 然后我们说 The transpose of a matrix T-R-A-N-S-P-O-S-E A matrix Transpose的中文通常叫做转置 然后我要跟大家坦白 我不确定 这样国字是不是这样写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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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通常都讲全自pose 我家小孩正好现在在念小学二年级 然后他非常非常抗拒学国语 因为很讨厌写生字 我一直在跟他说 学国语很重要啊 你要学会写这些生字 以后才会写字 然后我都很不敢跟他说 他爸爸很多字都不会写 如果我们的A长这样子 它是一个2 by 3 的 matrix 第一个肉是123 第二个肉是456的话 我们A的转置 通常是我们把A的右上角 有两种写法哦 第一个比较正式的写法 是在上面画一个 看起来有点像T 但其实又不是T的 就见T不是T的一个字母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 不过就是 如果你看教科书 我们会发现出 他画起来很像T 但是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字母 他像是那种一个十字架 上面那一头矩掉 那你说那不是还是T吗 好吧 那就是T 一个写法是A上面写一个T 第二个写法是 有的人 很多 在经济学上都会这样写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也没有 只是懒惰 加上一个prime 加上一撇 这样写法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应该这样说 写T是比较 我自己喜欢 觉得写T是比较好的写法 因为T不会跟任何东西搞混 然后如果你现在 通常你现在坐在教室里面 大部分的同学是大二的学生 大一学过的维基分 你在学大一维基分 你可能记得说 很多时候我们也喜欢用一撇的 也代表维封一次 对吧 所以这一撇其实很容易搞混 但是大家也这样用了 所以大家就将就用一下 好了 转制是什么意思 一个东西的转制是 如果A是一个123456的矩阵的话 2乘3矩阵的话 它的转制是一个3乘2的矩阵 它的第一个矩阵是123 第二个矩阵是456 就这么简单 好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 我们要讲 谈的第一个重要的数学性质是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用红色的写 如果我们有一个A矩阵 然后把它转制一次 然后你转制一次就发现 不对 我想再转制它一次 它会 等于 A矩阵本身 显有意见吗 你把123456转一次之后 变成142536 你把142536再转一次 就变成123456 好的 所以这是矩阵的第一个 数学运算转制 第二个矩阵的数学运算呢 非常非常简单 加法 好 如果我们有一个矩阵 我们的A是123456 我们有一个矩阵B 它是 大家喜欢什么数字 7、8、9、10、11、12 好像很蠢 1、2、4、8、16、32 没有 我随便学点数字 好像有个规律 但其实重点不是 好 我们可以定义 A跟B的加法 A加上B A加上B 等于 1加1 2加2 3加4 4加8 5加16 6、6、6、6加32 也就是 我写到边边了 2、4、7、12、21跟38 矩阵的加法 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加一个 然后 所以你会想说 我们这边有一个2乘3的矩阵 然后它跟这个2乘3的矩阵可以加在一起 那我能不能拿A加它的Transpose呢 比如说拿这个2乘3的矩阵去加这个3乘2的矩阵呢 答案就不行 Linton这边为了基于 基于他是一个英文很好的英国人 他说这个性质有一个名字 就是说 这两个矩阵要一样大 他们才能够加减 一样大意思说 他们有一样多的行跟一样多的列 然后这个性质叫做Conformable Conformable的意思是 这个矩阵的 跟这样一个矩阵有 一样多数目的Rows 一样多数目的Colins 只有一样多数目的Rows跟Colins的 矩阵才能够相加 但是你发现 它的加法非常非常地简单 它就是一个加一个 所以矩阵的加法 符合我们的一些标准的数学性质 比如说 我有什么 A加上B 就会 就会等于 B加上A 你是不是废话 对这是废话 没有没有 这是一个 数学上重要的性质 叫做Competitive Low 通常中文叫交换率 交换率 然后呢 我们还有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有三个矩阵要加起来的话 比如我们三个矩阵 A B C 我要换粗跟细的笔 所以我就很偷懒的先 我把A跟B先加起来 然后拿这个核再去加上C 就会等于说 我先把B跟C加起来 再拿这个核去加上A 这样是一样的 就说 对啊 本来就应该要一样 就有一个名字 就叫Associative Low 通常中文叫结合率 我们的矩阵的笔算符合 种种职业性质 另外一个 重要的性质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把A跟B加起来 A跟B加起来 然后我把它取一个Transpose 它会等于 我先把A取Transpose 再把B取Transpose加起来 什么意思 我先把123456跟1248632加起来 变成247122138 然后我取一个Transpose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一个 3乘2的矩阵 247122138 然后我先把A取Transpose 变成123456 然后把B也去Transpose 变成 对不起 我应该要写更整齐一点 我黑板写满了 所以我现在在缝隙中乱写 8632 我把A取一个Transpose 变成123456 我把B取一个Transpose 变成1248632 我把他们加起来 还是会变成 1加1的米2 2加2的米4 4加3的米7 8加4的米12 16加5的米21 32加6的米38 我还是会得到同一个矩阵 这个叫做 就是A加B的转质 对不对 A转质加B的转质 对不停的转质